昨天偉創公布一個消息是 他現在出行 他的利訊的持固 出行利訊的持固 他居然賠了55億 大家講完了 偉創慘了 你就賠這麼多錢 你說事情不是這樣看 我們外行人不是這樣看 內行人看的是 利訊怎麼會讓他賠這麼多 利訊現在是中國 照一講 他是整個蘋果供應的龍頭 你等於說是整個中國 整個產業鏈的一個非常重要位置 紅色供應鏈 就是以利訊為綜合心電 如果利訊 偉創如果持有利訊的股票 這一段時間來 他居然賠了55億 代表紅色供應鏈是賠錢的 那如果你連紅色供應鏈的龍頭 利訊都賠錢 那之前不是一再吹噓的紅色供應鏈 滿盤皆輸嗎 沒錯 昨天有個消息 就是我們台灣的偉創公司 出行他手上持有利訊的股票 大家想說這個很重要嗎 沒有錯 他告訴你 未來中國的紅色供應鏈 恐怕會相當糟糕 這重點在紅色供應鏈 對 為什麼這樣說呢 事實上他怎麼會有偉創 怎麼會有利訊的股票 是因為他2020年 他把他旗下昆山 還有江蘇的這個廠 他賣給了利訊 那賣給利訊的時候 他就說 那我們覺得利訊未來 在紅色供應鏈裡面 可能會有搞頭 所以他當時跟利訊策略聯盟的一個方式 他一共取得約莫利訊 0.81股份左右的這個%的股份 他當時持有的成本是53塊 結果沒想到他持有到目前為止 當初如果是真的很好 那我買利訊 利訊應該股價漲啊 就沒有 利訊當中53塊 但是現在已經跌到了32塊 所以他目前為止覺得 跌了20塊 對 那沒辦法 我一直上上一直賠 再加上說我認為呢 我應該是認為說利訊接下來的業績 更慘 不看好 所以他就寧可賠55億 他也要出清嘛 好 大家 為什麼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折 欸 包姐 利訊的王來春 當初被認為叫小紅海 對 他當時在2016年的時候 庫克還親自去王來春的這個 利訊去看欸 沒錯 他當時還不去紅海的公司看欸 王來春當時是全程陪著庫克 所以當時是說 王來春的利訊 是要取代紅海的 對 他當時還去看 這個王來春的工廠 他說你做了這個iPhone的這個 那個做了這個AirPods 好像這個針織一樣的這個金蜜 他讚美了王來春 所以照理說 如果真的這麼好 當他買了這個王來春的股票 怎麼會賠呢 但沒想到還是賠錢 包姐 這樣 這就是我們從這兩家公司 你可以看出一個台灣跟中國 現在完全不一樣的局面 當時他拿到了 利訊拿到了這個偽創的時候 是53塊 結果他現在跌到32塊 可是當初偽創是30幾塊 現在已經找到156塊 所以這完全是截然不同 告訴你什麼 你說當時的偽創還比利訊便宜 對 沒錯 所以我現在的利訊32 偽創156 所以它完全不一樣 這有差別在哪裡 因為他們還是緊爆了紅色供應鏈 紅色供應鏈現在變成是紅海市場 大家殺來殺去 那就是我們台灣爆到了AI之後 完全是不一樣的局面 你先講紅色供應鏈來勢 紅色供應鏈要取代台灣供應鏈 而且剛剛講 在整個蘋果供應鏈裡面 從組裝啦 耳機啦 音響啦 所有東西 對 全部都被紅色供應鏈取代了 對 結果如果你現在只去看這些 紅色供應鏈 就是蘋果供應鏈的紅色的成分 對 全面下跌 而且我們在2020年的時候 講到說台灣的紅色供應鏈 完全潰敗的時候 那時候有幾個指標廠商 第一個指標當然是偽創 因為他把這個昆山跟江蘇廠 都賣給了利訊 大家想說哇你真的糟糕 另外一個合作 合作也把他的公司賣給這個利訊 也賣給利訊 所以賣了這麼多 另外還有一家公司叫可成 可成把它在泰州廠 還有包括所有的公司 等於是他的蘋果的工廠 我完全不要 我賣給藍絲 藍絲科技 大家想說哇糟糕 台灣的紅色供應 真的完全崩潰了 可是保證你 到現在為止來說 我剛才講到 偽創的股價創了這個新高 另外合作的股價也回到 也比當初賣給利訊的股價 都還要更高 那你跟我們講 還有一個藍絲科技 真的慘到不行啊 我跟你講 你說不是利訊很慘 藍絲也很慘 藍絲科技他當時用了多少錢買 用了約428億喔 428億新台幣喔 買下可成的兩座廠 那可成當時幾乎是完全拋 把這個他的家底 完全賣給了藍絲 照理說藍絲會很好啊 可是保證你知道 三年三四年過去了你知道 藍絲科技當時拿到這個可成的時候 他的股價是50塊左右 就他今天跌到12塊 也就是說為什麼呢 這樣四分之一遇不到了 對 文泰也是一個非常知名的 這個紅色供應鏈 他現在股價也是跌下來 為什麼呢 我跟他講 實際上我們台灣公司曾經說 我們台灣的供應鏈不是吃素的 不是像紅色供應鏈說可以打敗就可以打敗 那為什麼他們賣掉 他們完全賣的點 都是賣在絕對相對高點 全部拋給了中國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知道說庫克你現在接下來 庫克就是希望說中國的紅色供應鏈 大家彼此施殺 彼此施殺的時候他才能cost down 台灣都已經從紅色供應鏈跳出泥鬧 現在唯一可能被困在裡面的就是紅海 所以紅海現在股價 為什麼他會變成是電子的 從一哥現在掉到三哥 我看他搞不好到明年 他搞不好變成四哥 他沒有離開紅海 因為他還在這個紅色供應鏈 紅海還在紅海 還在殺來殺去 所以我還跟你講 事實上從這個狀況你就可以知道說 中國的紅色供應鏈恐怕面臨到 非常嚴重的這個問題了 所以之前講的話是怎麼 現在中國已經進到了失落的十年 我們可以講到這個上海變成這樣 大家都非常的一個難過 也就是現在中國剛剛講的 你的高端裡面的AI 你的半導體 甚至你的整個組裝 你的紅色供應鏈 到你的最多零售 對 我看到全部都很慘 對沒錯 這是國外媒體報導 你看經濟形勢嚴峻 習近平無忌可施 我覺得他現在真的是無忌可施 為什麼無忌可施 因為他前一陣子還開這個 中央的這個政治局會議的時候 他還說到說什麼 第一個提到就是 中國的這個內需不足 他同時還說我們中國的運行 經濟運行面臨到新的困難跟挑戰 習近平嘴巴說出這樣 表示他真的非常嚴重 那為什麼非常嚴重呢 主要是什麼 你看目前為止 他們的房地產還持續在跌 他們出去 因為我們房地產已經很慘了 就變成他們中國公佈了 這個50個城市 7月的時候 他們這個交易面積 月減33% 年減37% 也就是說什麼意思 還在下跌的狀態之中 還在下跌 那在下跌的狀態之中你知道 很多中國民眾 他們現在就完全心情相當的糟糕 我們曾經說過中國年輕人 不是他們會怎樣 他們就會先卷嘛 然後到底就是說 他們叫躺平 然後就潤 然後就現 現是什麼意思 現就是發筆記 他們突然之間就 大概開始無差別的攻擊別人 所以說他的經濟的糟糕 已經對人民的心理造成壓力 而這個壓力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就是 在中國很多的地方 很多的老闆 很多的人 很多的工作人員 情緒失控了 你看這個餐廳 寶貞我們看 這是江蘇一家餐廳 他是賣這個小龍蝦 小龍蝦他們很喜歡吃這個 這個吸筍這個小龍蝦 結果想 你看突然之間晚上 就會就人家砸店了 那到底是怎樣 他是欠債還是什麼 寶貞你以為是人家來 來賺錢嗎 不是 這是老闆自己 老闆砸店 老闆為什麼砸 他就說為什麼 因為他說我已經 我已經這個盡力了 情況越來越糟 我快要無法為家人 提供基本生活 他自己砸他的店 因為他覺得 我再做下去也是徒勞無功 我們這樣能看到的 從上海洪橋機長 你在這個浦東站 進了很多地方門都關了 門都關也就算了 他不是關門 他是砸店了 他就是等於是 開始發現他心中的怒氣 那不只只有他 還有另外一個山東的老闆 他突然營運到一半的時候 保健上怎麼樣 他就坐在地上那邊哭 那賓客都還坐在那個地方 他老婆還坐在那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他想要回家 因為每天七點開門 晚上九點關門 都沒有任何顧客 他不想再撐下去了 就像他跟他老婆在那邊吵 然後他老婆說不行 我們要撐 他就受不了了 他就這樣在那邊摔 摔然後坐在那個地方 你看他的心情是多無奈 另外還有什麼 這是他們的民警 就遇到路上 有一個人躺 坐在那個地方不斷地哭泣 他們在幹什麼 哭泣不成聲 結果他就問他 原來他是 公司他的餐廳 已經沒辦法營運下去 倒閉的這個情形 但還不是只有這樣 你看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老闆 保健這個老闆他在什麼 他在車子上面跳來跳去 為什麼在車子 這是校車 他在校車上面跳來跳去 你想說為什麼他在這樣做 第一個 因為他做學校的生意 做學校生意 結果學校沒有給他錢 他受不了 他說你這樣下去 我會虧損 我會倒閉 就他就不斷地在這個地方 跳跳跳跳跳 這樣一個狀況 那甚至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老闆是怎樣 他在那邊炒菜 炒菜你看炒到一半 他就不想炒了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說 這個客人還在那邊嫌說貴 他就說 我一碗米粉才賣你 賣你八塊錢這樣 他就不炒了 不炒了 所以他事實上 現在整個中國民眾 已經出現到我們說的 現 也就是說他們內心 已經開始出現那種 不穩的這個狀態 恐怕經濟再蕭條下去 會引發更多的 這個慌亂的問題 好 現在中國民眾 他的房地產不是很慘嗎 房地產很慘 不是出現很多爛尾樓嗎 而這個爛尾樓現在在幹嘛 就他們就去拍 這樣就拍說 他們有一個綠地 這個建設公司是很大的 他們就拍這個綠地 做了一個別墅群 導播我先看畫面 他這個綠地的角色 你從外面看起來 是富麗堂皇 還是美輪美壞 可是裡面在幹嘛 裡面長滿了草 長滿了草在幹嘛 他在養牛了 真的 因為附近的農民說 哎呀 這個地方已經十年沒給錢了 所以人家工廠沒有繼續 那個建設沒有繼續幹下去 現在地荒廢的也是荒廢著 乾脆我們來開始 種種田 然後順便旁邊空地 養牛 你講的養牛以為是 以前這個豪宅是小牛跑車 不是 他是真的牛 牛在那邊走來走去 而且生活環境看起來挺不錯 因為真的是非常大 他們就說這個其實是 綠地的國賓府別墅群 然後他這個原本都是 他們原本就是說 我們以後蓋好之後 我們會成這麼漂亮的狀況 全部都是別墅區 你在別墅裡蓋在一個 青山綠水的地方 這麼風景優美的地方 現在居然變成爛尾樓 在長那個草子來養牛的 對 你知道他們原本規劃 是260棟的歐式的別墅 而且是要供給省政府 地方政府貴賓參觀 然後奢華來用的 結果就有個農民就講到說 哎呀 可是因為他們後來 就蓋不了 蓋不完了 蓋了很多年都沒蓋完 那空城也是空城 所以我就來這邊 反正我也要 我的牛也要走來走去 乾脆就來這邊放牛 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怎麼會有這麼誇張的 導播你看 這個就是剛那個建築 對 旁邊這個牛 他就還弄了一個柵來在旁邊 對 綠地國賓 然後他們就想到說 還有那個農民 還在挖一個牆你知道嗎 你知道挖那個牆是什麼 他原本是為了就想到說 以後會有高鐵什麼 會影響到人家別墅區的一個安寧 所以組了一個大牆 結果後來有一些別墅區 也沒落成 那其他的交通建設 根本不用說 所以呢 然後那個農民就變挖 然後變想到說 哎呀 這樣子 把這個產掉之後 我給我更快廣的地方 可以來種 所以你就知道說 沒有想到整個爛尾樓 爛到變成是個鬼城 而這個鬼城 你知道除了種田之外 還有什麼嗎 就是成為當地人的一個探險 很多直播組就開始弄著 然後說你去裡面探險 所以你就知道說 中國到底有多少的 一個本來是別墅區 本來是一個大建築的 現在全部都變成鬼城 好 那我們看到 你現在這樣的一個建築 現在變成了 有人在那邊種大豆 有人在那邊養牛 你覺得你夠荒謬對不對 可是現在更荒謬的是 習近平是不是講 我要退零還根 因為中國人現在緊張了 我的糧食生產可能不夠 糧食生產不夠 我現在的退零還根已經不夠了 不過怎麼辦 退木還根 現在在中國還是有人土葬 在土葬的時候 你還是有很多土地不能跟中 現在習近平講 或者很多政府在場 你要把這些目的給我慘掉 慘掉幹嘛 種大豆 非常誇張 因為根據他們 我中央一號文件的要求 他們至少全中國要種 18億亩的一個田地 那雖然現在早中已經高出了 已經19億多億亩多 但是他們認為說 沒有 我們各個地方各個政府 就是要滿足中央政府的指示 所以即使產品兩百多萬的一個目的 也在所不行 但是引起當地農民很大的反彈 好 玉鳳 當然 現在中國房間很慘 就是第一個是很大 恒大居然已經把你的負債到10兆 這麼多的一個數字 另外除了恒大以外 當然就是王健林 王健林最近一直在賣他的股份 為什麼賣股份 這個以房地產起家 中國之前的一個首富 現在居然沒錢了 對 我們很難想像王健林 中國大陸的前首富 萬達集團的創辦人 現在竟然開始缺錢了 沒錢了 沒錢了 他開始要周轉 要掉頭寸 他從5月開始 先跟銀行團要談展研 然後銀行團就告訴他說 你要展研的話先來裁員 那時候他就裁了30% 然後展研 然後裁了30%的人員之後 還是不夠 他在7月就有兩次 第一次先賣什麼 先賣1.8億股 然後第17日又賣出了 大概23.3億元 以為說這樣應該沒問題了 結果沒想到他的這個母集團 竟然也開始拿出來賣了 他要來套現 這一次賣了多少錢 賣了大概是3億的一個美元 大概是折合人民幣22.6億元 把他49%的股份 賣掉100億台幣了 對 把他賣1.2億 然後把他49%的這個股份給丟出去 丟出去的是誰接的 是一個叫如意引頁 沒有 我們直接講這個 恒大不是負擔了10.2兆嗎 10.2兆我想他都完蛋了 他想辦法還錢 沒有 現在他們講現在許家印什麼 破罐破摔 對 反正我人家賣賣賣 我就丟出我就欠10兆 你要怎麼樣我也不管 不管怎麼辦 所以現在這10兆割韭菜 是一般老百姓來承擔了 對 這件事情的話 許家印真的是有夠狠 當你欠銀行一點錢的時候 你怕銀行 但是當你欠到10兆的時候 現在是整個銀行團怕你 全中國都怕 對 全中國都怕 反正許家印我就告訴大家 我就是沒錢了 我沒錢了 我財報打開來給你看 可是大家看到財報 嚇傻了 第一個嚇傻的點是什麼呢 他怎麼可以欠到這麼多錢 他根本就是在玩什麼 龐氏騙局嘛 你就一直弄一直弄一直弄 然後大家再來看財報 最可怕的一點是什麼 是合約負債 大陸講合同負債 台灣在講合約負債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呢 今天我去跟建商買房子 然後呢 建商你要欠我錢 為什麼 因為你要蓋一間房子給我啊 所以呢 等到你房子交屋之後呢 我們就贏貨兩棲了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這些東西倒霉的是誰 銀行 對 都是銀行 還有什麼 買房子的人 這些人可能說 大家把它算一下 你可能是花了一輩子 然後呢 你花了一百萬人民幣 要跟他買個房子 現在許家印就告訴大家說 我沒錢了 這些錢我沒有了 然後呢 房子蓋一蓋 在過去來講的話 恆大還有發生一些什麼事情 我要蓋一個社區 我把門面蓋起來 有這個拱橋 後面沒有東西 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就要交給你 然後交給你 你沒有房子你怎麼交給我 問題我不管 我就是要給你點交 你點交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點交之後 我開始付房貸 對 付房貸的話 銀行就來跟你要錢 但是這些人就覺得很倒楣啊 我有沒有拿到房子 沒有 我沒有拿到房子啊 可是恆大就說 可是我們在什麼時候 文件上已經點交給你啊 所以現在來算一算的話 這些合約負債 總共是多少錢 七千兩百一十億元 如果你用一個房屋 一百萬人民幣來計算的話 你總共會有 七十二萬戶的爛尾樓 然後這個爛尾樓呢 許家英就雙手一攤 要嘛你找人來接 中央你找人來接 如果不行的話 那就做不下去了啊 所以許家英把這十兆的 這個債務丟出來是 我兩手一攤 你們看著辦 對 大家來講 過去的話 你不願意去把這個財報拿出來 大家以為說 你要去轉換辦法 你要去登誰 結果現在登誰不了之後 我就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 這合約負債 讓大家來講說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大家要承擔的歷史工業 因為只要沒有 只要倒的話 那這些一般的人民就會受不了